环球时报驻美国,德国特派特约记者张孟旭青木张继丹丹一游玉鹏,我们不再是傻瓜,美国不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了。 26日,突访住伊拉克前线部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,对着美国大兵表示,这是特朗普上任两年来首次视察前线部队,三个小时的闪电式探访,终于可以堵住美国国内批评,他从未盗过战虚的人的嘴了。 不当世界警察,美国要自愿放弃自己的霸权吗?显然不是那么回事。 这不过是特朗普未从叙利亚撤军进行辩护,他的逻辑是,美国不能再被加便宜,想要得到美国的保护,掏钱。 看来,不是不当世界警察,而是无力不起导,一切以利益为重,灰根结底还是美国优先,特朗普真会让美国放弃世界警察的角色吗? 在舆论看来,他可能会放弃一些觉得无力可图的负担,不愿承担责任,但并非放弃干预,放弃霸权,而是一切向利益看齐。 俄观点报也述专家的分析称,因为美国能源实现自己自足,中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下降,不过,美国不会离开世界任何地方,而是更加务实地存在。 德国《柏林日报》称,矛盾的是,特朗普并没有计划从伊拉克撤军,这似乎在说,美国不想出钱出力,但如果涉及美国的利益时,美国人会插手。 实际上,特朗普的外交政策,现在正在为美国优先服务。自二战以来,美国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的决策,目前,美国的行动也没有迹象表明,要脱离这一决策。 外交学院教授李海登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说,特朗普不愿意其他国家占美国便宜,尽管他是美国总统,但他的阵线在美国政策精英圈里,并不是主流。 他的特立独行,并没有被广大政策精英圈所接受,所以他的说法是否具有可行性,和可持续性值得怀疑。 而且,特朗普所说的从叙利亚和阿富汗撤军,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全世界驻军范围的大缩缩。 这些美军从中东撤出以后,还有待美国国防部安排。 况且现代战争的决定因素,并不是人数的多少,而是招备先进程度。 只能说美国接下来有可能会进行重新部署,进行安全再规划,机率部署会更有针对性。 环球网报道记者查夕美国总统特朗普,提前开除了国防部长马蒂斯。 马蒂斯在离开前,除了签署了美军撤离叙利亚的命令,还留下了一段话。 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网站,在12月24日的报道中说,在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前,国防部长留下了最后一段圣诞留言,在20秒的视频中。 马蒂斯说,祝所有在2018年,仍坚守岗位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圣诞节快乐。 从华盛顿总统,在1776年圣诞节,穿越特拉华州开始,美国军队为维护我们的民主实践,错过了无数假期。 对2018年仍坚守岗位的陆海空三军的小伙子和姑娘们,我要说,感谢你们坚持信仰。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,是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基础,是研究全部战争问题,及战争筹创的出发点。 为我们揭示战争基本规律,正确认识战争问题,提供了科学的立场,观点和方法。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。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重塑。 面对日需激烈的大国战略竞争和权益博弈。 中国要能始终保持与大国地位相适应的战略能力。 亦需实时掌控安全情势。 准确研判战争风险。 发展维护和平,打赢战争的新手段。 正因为如此,习主席强调,要本着对历史负责,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。 加强对战争问题的研究和筹划,努力提高战争指导水平。 现代战争存在的根源。 马克思主义认为,对战争根源的认识,是判断战争性质,把握战争制胜因素,分析战争作用的重要前提。 战争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斗争,政治是越狱战争的母体。 对抗性的经济利益冲突,是战争的根源。 冷战结束后,引发战争和冲突的直接诱因分还复杂。 但其或根依然是霸权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。 何以往赤裸裸,靠武力争夺殖民币,划在势力范围的方式不同。 当代霸权主义,主要通过垄断国际政治经济规则的质变权,维护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,来崛起全球台术,送关进几场局部战争。 有的是霸权主义,维维护其全球霸权或地区霸权,而直接发动的战争。 有的在直接动因上,虽然表现为民族矛盾,宗教纠纷,领祖争端等,但都有着深刻的霸权主义背景。 发动战争往往成为霸权主义国家,推行其强权政策的工具,是其霸权战略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。 新出现的恐怖主义,则是霸权主义土壤上繁殖出来的战争怪胎。 在当代国际社会,正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的时期,国际竞争的统领法则并没有改变。 霸权主义,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。 习主席指出,世界仍很不太平。 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,依然悬在人类头上。 最一重要论断再次告诫我们。 霸权主义,强权政治,仍然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。 只要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,人类就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。 现在战争威胁的应对。 马克思主义强调,战争与和平问题,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生存发展。 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,绝不能从一时一世一人出发。 必须始终关注世界格局和时代大势。 始终关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。 始终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。 当今世界,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。 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。 大国战略竞争和权益博弈日趋激烈。 地人安全环境风险变数较多。 国际反恐、军备竞赛、核武扩散、引赌争斗、思潮交锋等热点复杂多变。 不确定性、远动性、综合性凸显。 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顽强存在的条件下。 非战争、亚战争形态的军事斗争将是军事领域的惯常形势。 一定低级部战争也将是可能的。 消除战争、实现和平,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、最深厚的愿望。 走和平发展道路,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。 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。 但是,和平绝不是祈求来的,也不是欺辱忍让的结果。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,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。 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。 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。 不要指望我们会推下损害我国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苦果。 习主席强调,我们不惹事,但也不怕事。 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和法权益。 这个重要论断,揭示了当代中国先并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特殊规律。 体现了坚守底线,又敢于亮剑的斗争艺术。 表明了我们对待当代战争的基本态度。 现代战争形态的演进。 马克思主义认为,战争是具体的历史的。 战争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步而不断呈现有简单到复材、有单一到多样的演进趋势。 相继历经冷兵器战争像热兵器战争、机械化战争、热核化战争、信息化战争等形态的一次转变。 当前,随着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兴起。 以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脑科学、神经科学、生物基因、微纳材料、新闻源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已经凸起。 科技创新到物质生产,载到战争实现的眼镜链条,被再次前面打通。 新一轮战争方式创新呼之欲出。 战争形态正加速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。 即由数字化加网络化的初级阶段,向智能化加类能化的高级阶段加速远近。 为此,要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理论、方法、工具、系统各方面,取得变革性、连覆性突破。 确保我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,走在前面,关键核心技术占领至高点。 习主席强调,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。 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能力、全域作战能力。 有效塑造态势、拐控危机、遏制战争、打赢战争,这些重要论断,体现了习主席对战争形态演进规律的准确把握。 为我们加快军事智能化发展、打赢智能化战争,提供了前瞻的思想引领。 现代战争制胜的关键。 马克思主义强调,战争的胜负由多种因素决定。 在战争的实际进程中,集中必表现为人与武器的关系。 其中,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,但不是决定的因素。 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,强调对战争设复起决定性作用是人,而不是武器。 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,核心是军事科学技术的革命。 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热、最具革命性的因素。 科学革命育育着心智战斗力的巨大增值空间。 虽然科技不是战斗力构成的独立要素,但它作为战斗力提高的动力和源泉, 始终以各种方式和形态融入,并凝结在人、武器装备以及人和武器装备结合之中, 极大的促进和提高了战斗力基本要素的性能。 谁拥有了科技优势,谁就能掌握军事主动赢得至上先机, 谁忽视了科技进步,谁就会陷入落后来打的被动局面。 通过发展先进科学技术,不断提升战斗力的科技构成, 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博弈的时代特征。 习主席先宁提出,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科学论断, 强调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,下更大气力推进科技新军,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,准确揭示了现代战争条件下制胜机理的本质, 标定了我军战斗力生成的发力方向,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思想, 对推动我军发展,实现弯道超车, 前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,具有重大实践价值。 现代战争指导的创新, 马克思主义认为,战争具有规律性, 战争规律是客观的, 战争指导规律, 是对战争规律的主观反应和综合应用, 在一定客观物质基础上,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, 实行正确的战争指导, 是把胜利的可能变为胜利的现实的关键。 当前, 火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援,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, 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, 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,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 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, 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, 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 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, 才能不出现战略性失误。 这就要求必须坚持战略思维, 辩证思维, 底线思维, 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式新挑战, 增强战略筹划和指导能力。 为此, 习主席指出,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,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,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, 以安全为一, 以军事, 文化, 社会安全为保障, 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,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, 强调筹划和指导战争, 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, 坚持军事辅同政治, 战略, 辅从政略, 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, 提出了四个战略之称的国军新时代使命任务, 要求把备战与止战, 威慑与止战, 战争行动, 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, 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, 等等, 这些重要论断, 揭示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, 军事斗争准备规律, 战争指导规律, 体现了超前谋划, 主动作为的战略进取观, 有效解决了军事力量运用方面的突出问题, 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思想, 却立起新形势下同览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高, 现在战争命运的认知, 马克思主义强调, 战争性质决定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, 从而从根本上决定战争的命运, 判断战争性质, 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原则, 和是否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原则, 这两个原则, 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战争采取何种态度的基本立足点, 在当代, 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, 加上复杂的战略格局, 使战争性质问题, 变得扑朔迷离。